勞動部帶頭壓榨勞工 你自己看他們打卡的樣子 超時 造假 沒有一天是對的 隨便抓 人家隨便抓 每天超時 每天造假 而且這還不包含禮拜天 你想一個問題 這公務員是禮拜天去加班 中午真的想不開自殺的 這無姓公務員 他們結婚生子 他三十八九 三十九 跟他媽媽一起住 你知道他媽媽在友台 因為我們有這個 有這個什麼版權問題 我可以敘述給大家聽 我有看了友台獨家採訪 他媽媽是貪亂坐在地上 他媽媽從友台的露出來 因為他沒有拍臉 打馬賽克 但是身體有露出來 看從身體狀態看 大概是七十歲的老母親 這樣拍 我補補的身體 沒關係 我五個小孩都沒有打過 然後他沒有回來 我擔心到吃不下飯 他每天都跟他媽媽一起吃飯 所以這是一個 我認為啦 就這個樣態 就網友的分享 我也認同啦 就是說這是一個比較內向 那比較 因為他是老二 老二嘛 這個大家也知道 就是他可能比較內向 然後比較跟媽媽關係很緊密 可是你看媽媽到現在 他媽媽不敢公開 如果媽媽真的站出來 比如說到立法院 找一個立法院 他媽媽不敢公開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受到什麼壓力 所以你看 你知道連那個友台的那個獨家 媽媽聲音把他變成男生的聲音 你只聽得出來 是個老婦人被壓低的那個男生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子 很可怕的地方是 2月就投訴了 11月吃案 然後被全體教訓 然後11月4號 卻發現他死亡 到今天 11月3號 11月4號發現到死亡 到今天 家屬不敢站到第一線 你看同樣的案子 那個誰啊 昨天 洪史雄的老公 那個什麼 卓冠廷 還在那邊發了噁心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那個聯合報主比試那一篇 太噁爛了 他還在說 這個就是 平庸的邪惡 這個就是 官僚機構 害這個合配商 然後還舉恩恩爸的例子 如果今天無姓公園的媽媽 有恩恩爸那麼趕出來 你今天你們還有辦法 只是總統道歉 就能收尾嗎 你總統可能 不是現在在這邊道歉 你要去人家家裡面道歉 可是他媽媽說一句 我跟政府沒完 可是他跟政府沒完 他不敢出來 所以我是覺得很可怕 21世紀的20年代了 然後在中華民國 號稱民主自由的地方 結果我們竟然會發生到說 自己一個 39歲的兒子被霸凌到死掉 跟媽媽一起住的 他是公務員 公務員 理論上公務員是國家體系的一環 對 然後被國家機器給霸凌致死 對 他不敢講話 他不敢出來 他只能接受友台的變音的採訪 而且後段 友台只放了一小段聲音出來 後段全部都是文字稿 那你文字稿 何其悲痛 重點就兩個 第一 我跟你政府沒完 可不可以公開真相 所以沒有真相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這一份 這個勞動調查一樣 這個請問你勞動部 你的調查報告 你在你的記者會那邊講了嗎 卓榮泰在道歉記者說 他查得清清楚楚 我到現在幾個點嘛 他死之前的影像 你要不要公布 當天發生影像 你可以公布給媒體 請媒體打馬賽克 可不可以 以遭社會公信可不可以 為什麼都不行 遺書可不可以公布 如果家屬不願意公布全文的話 可不可以溝通公布部分 沒有一件事情是通話 因為為什麼我說要公布 不是要滿足大家吃瓜的 這個是一個SOP機制定例 還有社會需要真相 因為只有透過這樣 大家才可以去檢討整個機制 不然未來有多少無信公務員 這是整個的關鍵 我覺得這裡面讓人家 非常憤怒的點就在這裡 然後再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通靈之說非常敢講 我們來看一下 家屬唯一的要求就是 這件事情要低調處理 障礼社的人 接下來我本來要到資訊小組 去做召喚的動作 結果障礼社的人 裡面有一個通靈的人 在臺北醫院的往生室 跟XX對話 無信公務員 非常非常的平和 安詳 要請童年人傳大 謝謝北分屬 給他很多的愛 所以他是很安詳的 可能是一戶人員 我聽到署長告訴我們說 因為這樣一個密尾 事實上XX的事情 是北分屬承染的人力 對外局說的 我非常非常的憤怒 所以我不允許大家在外面跟我說嘴 說什麼職場霸凌這些事情 事實上這多是事實 對於還在資訊小組工作的同仁來講 或是他的直屬長官 清何以看 我不允許大家 在一二傳樂 念不討論 甚至是對外 我絕對不允許 大家做得到嗎 做得到 大家做得到嗎 做得到 做得到嗎 做得到 還好是封口不是滅口啊 這感覺這個態度 如果是古代的話就直接滅口了 你知道這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人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人 去做這樣的事情呢 我以為你真的要幫我們伸張正義 你知道我 我已經看兩三次了 我看到現在我還是很憤怒 我昨天是一邊直播 你真的會掉眼淚 你知道你 怎麼會有一個人 而且他還有後面一段 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竟然說 這個死者走的時候充滿著愛 感謝北方說的愛 當面跟著自己的同仁們撒謊 說你們不用再講 沒有關係都已經過了 他是沒有遺憾的時候 當面撒謊啊 他媽你辦公室那個位置上 吊著一個人 他敢這樣子 他敢這樣 就那個人就吊在那邊 然後他敢這樣子 跟叫大家封口令 所以我說真的 這個我昨天 我自己在自己直播的時候 我一邊 信息一邊進來 那時候一邊整理 我是越講越火 我本來覺得說這個 結果到今天 我再看一次我更火了 當面撒謊 哇你看你 你看你真的 當面撒謊 當面造謠嘛 他就是想要封口 想要統一口徑 這是什麼 50年代的共產黨嗎 我覺得他跟金正恩 沒什麼兩樣吧 對不對 拿個USB看個韓劇 抓去槍殺 這差不多意思了 不能說我都不對啊 他沒有 他是把人家霸凌 他真的霸凌 就是人格上的羞辱 而且他不覺得這是羞辱 他覺得這是合理的要求 搞到後面人家走的時候 他也不覺得自己有錯 只是覺得說有人走了 這怎麼辦 然後我要想辦法 讓人家想要進行 大家口徑一致 我要跟大家 跟我口徑一致 這不就是封口嗎 這不是那種 這不就是很明顯的 做錯事之後 想辦法封口 不去檢討 不去負起責任的做法嗎 所以很可怕 我說今天這事情真的很可怕 這事情講不完 就是為什麼會覺得 讓人覺得如此的罰子 本身這件事的發生 如果是在一般的職場 就已經是管理不當 就已經可以說是一個 不敢講刑法 可是民法絕對跑不掉 可是這個 那這個時候我們通常希望社會 整個國家機器 整個國家制度能去做 就是還去做一定程度的平反 而且能夠說能夠至少還原 所謂的公平正義 但是如果是發生在體制內 發生在公務員裡面的話 那就很明顯就四個字 勵志敗壞 而且勵志敗壞的話 我們又很 而且很悲哀的是 我看到的是 他如果要行政訴訟會贏 我們還是治不了他 因為那個報告上面寫了 律師也準備好了 搞不好他最後可以釋憲 他如果釋憲搞不好他還贏 對 釋憲大法官很高 如果只是以很直接法條去解釋 他是有贏的機會 而且不低 對 這是事實 這是為什麼大家今天會看到這件事 如此的憤怒 也是賴清德昨天發文道歉 他今天來道歉 你想賴清德 陳啟玉 事情他沒道歉 陳士杰雙槍在他們台南 就在他搬過去的安平新區裡面 被當街打死 他也不談 他們家還要當議員 他們沒有一件事 他願意出來 鄭文燦他不回答個案 柯文哲他不回答個案 今天謝宜榮的事情什麼卡 芝麻綠豆關 他回答了 而且還出來道歉 所以我個人認為 他們內部如果看過資料 這個都只是露出來的一部分 他們如果看完整報告 我是覺得四個字叫人神共分 就是 紙包不住火 所以他們知道如果這個事情 現在他們都只能說 我會要查調查 對 所以他們趕快出來道歉 但是另外一方面 道歉的時候趁機踹正敵兩腳 有沒有可能 他們會啊 我已經收到消息 他們準備要去把這東西移到 他們已經想辦法移到黃國昌身上了 是 他也想把東西要公民黨身上 他也想把這東西移到任何地方 地方首長身上 他們現在所有的 你不是講新北嗎 不是講新北有什麼 他們一直在扯 什麼新北的 什麼消防局有的沒有 他們一直在亂扯 對 但是尷尬的點是說 你謝宜榮現在針對的是 最基層的公務員 而且 如果你說 我剛開始有提過 地方的監督 其實嚴格講起來 比中央的監督來的綿密 對 可是中央監督的話 我們到底有多少謝宜榮 而且絕對不是 這絕對不是 這絕對不是變態 這一定是一種常態 所以不能說 多少是做直升機下來 然後想辦法在老闆面前 真功威過的人 而且一定是有人學他這樣成功之後 所以他會繼續這樣做下去 上梁不振下梁歪 所以下面的人一定會這樣學 我們應該是去考慮到 而且像這樣的人 可能像謝宜榮不是個例 絕對不是個例 因為一定有他像這樣的人 謝宜榮現在的做法 某個程度上就已經宣告說 台灣的勵志敗壞 如果說你做得不好 你是有方法保護自己的 因為你是事務官 你可以想盡辦法說 我只要有法官 變成說他已經把這個毒瘤 像這樣的毒瘤 已經留在我們的這個體系裡面 而且他們還不自知 因為這些人當初 都是對他們慘媚的人 都是對他們跟哈巴狗一樣 圍在他們身邊的人 他們不會知道 許明春絕對不會知道 老實講許明春絕對不會知道 謝宜榮是這樣的人 姐妹們從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西膚彈性水嫩 輕鬆扶平皺紋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感恩 楊 非常有趣 容量 par